好几十万装的电梯白天运行正常 晚上运行不了 上次来没查到原因 今天又来了 接着找原因 现在是下午5点来钟 电梯现在运行正常 上上下下都正常 这个时候去配电箱测一下电压 电梯的电源线就是从这接出去的 再次打开这个配电箱 看看测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嗯,这个线拆了 他们电工拆下来了 把零线和地线的连线拆下来了 上一次来的时候 这根线把零排和地排短接了 就是把零地连在了一起 所以我没测出电压 测的是零伏 那看一下把那个线断开以后 再测量一下零地电压 看看零排和地排的电压 不到4伏 3.5伏 这次测出来了 上次都测不出来 上次零伏 但是这个电压有变化 3到4伏之间 有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它这个电压有点偏高 这个时候电梯是正常运行的 上上下下 正常 再用这个前表来测一下主线 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 上一次测有十几岩的漏电电流 现在再测 现在是零安 零的一安 所以说它这个电路它不漏电 它是正常的 对 电梯还在跑 糊糊的跑 等六点 就等六点 现在五点四十八了 准备再测一下 这是地排 对地 这个测 把表放 测一下零排 电压不能重了 电压不能重了 刚才是几幅 三点多幅 三点多幅 现在高了 电压高了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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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了是三 现在是六 是不是它电梯 造成零体电压过高 这电压的变化 电梯在转吗 电梯不动了 电梯不动了 是吗 从零体电压 是电梯一运起的吗 可以把电梯拉下找 它上面断电就行了 可以断电了 是吗 可以了 好 断电是啥 嗯 不是 不是电梯的原因造成的 零体电压高 不是它造成的 好了 送电了 送电了 不是 不是电梯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零体电压过高 不是那个电梯的原因造成的 它这个离应该是 离比亚期比较远 它这个地线是单独自己做的 打着 打着地下的接地 每一个 每一个单元都有 现在25安了 28安了 天越黑 用电越多 它电流就会越大 昨天这个点 已经 已经完了 已经出问题了 今天还可以 昨天它突然停了 是 不知道 是不是 昨天它是这个现实 爆故障了 爆故障了 看 你就说它怎么弄完这种 爆故障了 你看 现在用电笔测量 三项电 对地电压 还都是 220 电压是正常的 现在我觉得 唯一不正常的 就是它的零地电压 一会高一会低 你说咱手里 没有精密的设备 咱也测不了 其他的电能 只能测一下零地电压 您说下一步 该怎么排查呢 怎么弄啊 电梯爆故障 就是直接用不了 它这个有人怀疑 是电梯有问题 因为别的楼座也有电梯 那些都运行正常 那就去看一下 那一台电梯 这里有个电梯 人这个电梯安装的时间早 一直都好用 没出过问题 那就测一下 这个单元的零地电压 正不正常 直接测量零线和地线的电压 4V 虽然有些波动 但是它的零地电压 比那个要低 为什么这边的楼座的 零地电压就低呢 再看一下其他的单元 这一个楼座单元 3.5V 明显比刚才那个还要低 看别的楼座有些高一点 有低一点 都没有这一个高 再回来再测一下 看完拉掉电梯以后 零地电压 10V 10V打不住了都 10V往上了 就是 所以是不给它 和它电梯没有关系 不知道 是哪个地方在用电 导致零地电压过高 那又不就 哎呀 拉一下 你这都爱吃 你这我了 嗯 我一路一路给你拉一下 看 那我我怼着 我怼着 嗯 凉着 凉着 哎呦 送送送送送送送 送 来送 嗯 好 OK 没关系 有楼座没关系 是吗 嗯 和我猜测的一样 如果它漏电的话 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每个楼座 它有漏电保护器 对 这边零地电压高 那这个楼座呢 测一下它外边的那个 这个单元看一看 吃饭的 饿了 饿了 这淋压 零地 没有 啊 没有 零地没有电压 零地没有电压 但是它不是在外头又短节了 在外头短节了 它没呢 这个 这个整动楼 一二三大元都不正常 零地电压 十副以上 这边是三伏四伏 这个 这个 这个离变压器近 可以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单元在变压器旁边 它零地有很小的电压 我 我是不是钻牛角尖了 电梯不工作 我测零地电压 是不是对的呢 嗯 这个零地电压 对这个电梯工作 有影响吗 所以说有点 转牛角尖了 令我很疑惑的是 有些楼座 立的变压器很远 零地没有电压 有的立的近 零地没有电压 有的有电压 小区是个老小区 内部的电路比较复杂 虽然有物业师傅的权力配合 但是 对吧 事业多 有些电路你不能动 也动不了 明天要去变压器看一看 好了 今天就这样了 下一步有新的进展 我会及时地给大家分享 也请大家在评论区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听说这个活不好搞 前面的师傅来了 看一眼就跑 大家不用猜 这个活我能搞好 不然的话 这个视频也发不了 他们说好几个屋的灯都不亮 而且电闸顺不上 小姐姐把门一开 检修开始 上午来人检查了 现在你干我看 这等于这些车漏电 我估计是漏电的 啊 啊怎么样啊 漏电啊 啊 这个就突然向外科 啊怎么样漏电吗 哎呀这都不用拆 漏电啊这个漏电空开它也跳 不断路 不断路 嗯 就是漏电 漏电空开它也跳 对外科 你猜猜那个能不能 对外科 在这种两次乘一档车 就是就乘一档车 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都不行 嗯 电力去穿了 就这么你的包子 能测一下哪个轻哪个重吗 测一下哪个轻哪个重吗 漏电轻漏电肉 测两根下 嗯 对火线 对火线 好来 零线 对零线 哎 火线严重 零线轻 嗯 嗯 零线轻 火线露电严重 你叫火线 哎 火线露电严重 其实零红一倒塌可以用 但是 但是没办法的办法 尽量的给它走出来 这个火线在哪地方露电呢 那提的吧 这种活没有好办法 要不你现在走 人家不给你钱 像这种房顶电路有问题 不好修 而且房间那么多 你都不知道哪个物有问题 然后很多师傅看一眼不好修的走了 像这种 如果是零火线给它一倒以后 会怎么样呢 那就把这个空开下面的零火线一倒 有的师傅会质疑 空开又不是漏宝 为什么说下面的线路漏电 它也跳 是因为 如果火线对地漏电严重 火线对地放电 它的电流会很大 会导致空开跳闸 所以说漏电严重了空开也跳 所以说漏电严重了空开也跳 送下电 不用怕 OK 微亮 现在是所有的屋开灯 灯正常亮 但是关了灯以后上面有个微亮 微光 也就是说现在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火线依然给灯通电 就导致这种现象 那您说这样可以用吗 可以用 灯正常亮 但是这种微亮 会缩短灯的寿命 而且后续人在维修灯的时候 会有安全隐患 会不小心会出电 所以我想给他查一下 这个火线漏电的地方在哪 修灯电路麻烦就麻烦的 它是房顶 而且房顶你上不去 查不了 所以说我说这个活不好搞 虽然很难搞 但是我们俩还是想碰一碰运气 万一搞好了呢 这一趟就不会白跑 那么好啊 那电影箱里边它有街头啊 不会在 它不会在小家里边接的吧 有可能哦 很有可能哦 哦 要不那把人有这么点空开 反正没用啊 做电路的时候 哦 那 这街头应该是 这咋是啊 上面有街头吗 哎呦我的天啊 在这街头 这活就给我干了是吧 我都知道 它这一根主线连住去分线 往别的地方有 往别的地方也走 然后还下了一根 啊 所以说有一路线是漏电的 这个 这个 啊 往那走了吧 往哪个房间走了吧 街上现在弄个开关压上 它也不至于一跳啥都都没见 嗯 比起码有些地方有 所以说你不能用正常的示威来理解他们做这个电路 那路线顺着走 走第一个房间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就是漏电那路线的第一个房间 打开开关看一下 因为从棚顶看 这个灯的主线 进了灯的开关 所以得打开这个开关看一下 灯的主线为什么要进开关呢 还真是 下来五根线 两根是灯的主线 两根是插座线 那两根线应该是 这个是有电的吗 嗯 这是灯的 这是几路啊这是 下来的主线 又往下走了两路 那就断开吧 嗯 别断错了 那有个有电的 哎 看 再给它包一下 是我干的 我确实干的好 里面呢 那个是里面是插座 里面这个应该是插座 里面是插座 外面是灯 再来是灯 下面把灯的主电路和分电路都断开 然后用指针表来测路电 堆铁合 铁合连着龙骨 所以说都是接地的 看看哪一根线 表征是摆动的 它就是漏电的 主线门问题 进来的主线门问题 下面的分线是有问题的 这一路是有问题的 很明显 黑线是有问题的 灯电路两根线 这一根线也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这101火 这两根线都是有问题的 那这两根线往哪走了呢 往哪个方向去了呢 去后面的方向看一下 它这一开关的接法 出乎了我的预料 它居然把灵火线 主线和分线 都做在了这个开关里面 你看 进来的主线和出来的主线 都是从下面上来的 从地下上来的 还是断开这些街头 然后一路一路对地测漏电 哪一路摆动就是漏电的 这款指针表测这种漏电 直观性比较好 漏电轻重看表真的摆动 一目了然 有这一路摆动 那你再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哎 上它这来了 是吧 从这来了 那个work 出来以后上这来了 从这又 从这又上这来了 那个线上这来了 它地下肯定有分叉 把这个漏电呢 给它不要 它该上别的地方呢 这一路摆 哪一路 哪一路 这一路 哪一路 这这这 这一路摆 这一路不摆 从上面给它再穿下来两根线 给这个并上往往往 这不动吗 这一路 你拽动 你往回出就不好出了 五根线那边 那有管 管里边五根线 我看人吗是吧 我就说飞到这个 从从方点飞一路线下来 嗯 嗯 但是往那穿不好穿 嗯 跑不好穿也得穿 只有穿过来 后边的电路才有电呢 可以转了吧 这么轻松 这么轻松就转下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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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好 好 好了 这是一个火线 一个零线 下来正好接上就好 接上所有的屋都有电 然后上面 嗯 这样从上面下来一路电源线 这个是灯的空线 然后下去两路 接到后边的屋 这一路线就废掉了 这样把所有的电路都恢复 再测量灯的主线 基本上没问题了 可以送电 嗯 好嘞 OK 关了以后没有味料了吗 都亮了 除了不亮了都亮了 OK 这样就修好了 只能修好也是运气好 好了 感谢你的观看 请读多指点